10月20日晚,2018年女排式锦赛在日本落幕,军赛中,塞尔雷亚以3比2立刻意大利,首次夺得世界冠军,此一双方只排出目前的最强首发。 塞尔雷亚为主主攻尼哈伊洛为齐,布萨,复工拉奇奇,梅里科为齐,接应波斯科为齐,二传奥杰年路为齐,自由人波波为齐,意大利为主攻波赛地,塞拉,复工达内西,齐里切拉,接应埃格努,二传马里诺夫,自由人德吉纳罗,首局意大利对伊洛领先,25比21先胜一局, 第二局塞尔雷亚中局将比分拉开,以25比14搬回一局,1比1,第三局,22平后达内西探头得手,塞拉来往得分,意大利24比22拿掉局点,定义25比23拿下,2比1, 第四局塞尔雷亚,25比19拿下,将高低分追为2比2,军胜局塞尔雷亚在7比8落后时连追3分10比8超出,随着塞拉进攻时出往犯规,塞尔雷亚15比12拿下,3比2立刻意大利, 埃格姆本场仍然表现神勇,60扣30中砍下33分,并以275分成为赛事的得分王,但本场他在进攻端,有些独目难吃,塞拉的29扣进8中得到10分,塞尔雷亚两门大炮则火力齐开, 博斯科维奇力夺26分,米哈伊洛维奇拿下19分,塞尔雷亚对首次夺得世界冠军,2015年和2016年,他们先后夺得了世界杯和奥运会亚军,此次终于登上世界之爹,塞尔雷亚,主教练特尔基奇说, 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,我们快乐而自豪,因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,我从2002年开始担任球队的主教练,当时的世界排名大概是第一百位,这些年来,我们看到俄罗斯和美国赤锦赛上获得金牌,我们认为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, 今天,塞尔雷亚女排取得了历史上最大的成功,再后进行了颁奖仪式和单项颁奖,MVP为博斯科维奇,最佳主公魏塞拉,朱婷,最佳副公妍妮,拉提琪,最佳金伊埃格努,最佳二传马里诺夫,最佳自由人德基纳罗,图片来自网络,微信搜索,我爱女排ID, W-E-L-O-L-E-L-O-L-L-E-Y,查看更多精彩文章